英文一開關 英語正經的單單 我是Michael 歡迎收看英文一開關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超級瞎的英文招牌 那我們中文有時候會不小心答錯成錯別字 那英文也一樣 他們有時候也會不小心差一兩個字 不就拼錯字了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要看到 五個超級無敵好笑的招牌 他可能是差一個字 但是意思就 差字千里 而且有的還AA的 我知道你們最喜歡這個了 對不對 話不多說 我們就馬上來看到 第一個 shoplifters will be prostituted 那這句話原本意思應該是 順手牽羊的人 我們會報警處理 那shoplifter 也就是所謂在逛街逛到一半 就把東西偷拿起來 藏起來的shoplifter 也就是所謂的順手牽羊者 那他原本想寫的應該是 will be prosecuted 就是會被處刑 會被處分這樣子 那這裡呢 他寫錯了一個字 他寫成 prostituted prostitute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prostitute 就是什麼樣 就是 就是 寄女婿 所以 will be prostituted 就是會被抓去當作 性工作者這樣子 欸? 這種順手牽羊 然後被懲罰的一片 我好像在 二門首家線上賭場 上線啦 第二個 harry smiling faces for afternoon shit 那這個原本想說的是 他們要請下午的排班人員嗎? har就是聘請 smiling faces 當然就是指 就是友善的人嗎? for afternoon 他原本想說的是 ship 這個字 那ship 叫做什麼? ship 就是所謂的 輪班 譬如說你是 afternoon ship 你就是輪下午的班 你是 morning ship 你就是輪早班這樣子 那但是呢 他不小心拼錯了一個字 那個ship 少了 f 就變成什麼? ship 沒有錯 就代表他們要請人去做什麼? 來做下午的死缺嗎? 對 可能是一個死缺 afternoon ship 都要面對下午的大便 所以注意哦 差一個字 差一個字 差超級多的 number three Please pay your parking fee before existing 那 pay your parking fee 大家都知道就是 付你的停車費 那這邊呢 他拼錯 他原本要說的是 exit exit 在離開之前 那他拼成什麼呢? exist 也就是所謂的 存在 dolive gas 所以你在存在前 你必須要先付你的停車費 所以這就是一個 I pay therefore I am 我付錢 顧我存在的一個概念嘛 那接下來兩個有點色 有點十八勁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請你去按退出 那我知道各位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看了 沒有錯 那我再看一下 第四跟第五個超瞎的招牌是什麼嗎? 第四個 mini donuts 那他原本呢 是想學的是 mini甜甜圈沒有問題嗎? 那 donut 到底怎麼拼呢? donut 的正確拼音法是 D O U G H N U T 那他把 dol 整個直接拼成 dog dog 大家知道是狗狗嗎? 那 nut 你知道其實有一個特殊的意思嗎? nut 就是指 男生的蛋蛋 所以這個就是 mini 狗蛋 mini donuts 想要吃狗蛋嗎? 第五個 Ladies cock comfortable 大家都知道 襪子應該要怎麼拼 襪子其實應該要拼的是 socks s-o-c-k-s 那這個呢 他把s不小心拼成什麼的 c-o-c-k-s 那c-o-c-k-s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c-o-c-k就是 男生的那個 生殖器官 所以Ladies cock 就代表 嗯 他可能去泰國 接受變性 所以多了一根那個 而且是很怎麼樣 欸他那根會讓人很舒服 comfortable 嗯 這個真的是 超級無敵怪 難道是在演 最後大丈夫嗎? 那以上呢 就是五個超級蝦的招牌 那你還有看過什麼超級蝦的招牌 或超級蝦的翻譯 趕快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每週二晚上八點都有新片 英文一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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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賣粉們 我們下禮拜二見了 See ya 我們賭場上線啦